撤銷選社會 不堪了 黑金 黑金頭頭 沒有公信力 千夫所指 他們有這樣的本事嗎 有這樣的聲望嗎 有這樣的公信力嗎 他們提出來的人 會能夠讓社會福氣嗎 讓黨內福氣嗎 堅守自盜 外面看他就是足底倫 剷除黑金 舉拔閒冷 停止內鬥 團結對外 自亂腳步 不是由黨主席一個人 關起門來就做決定了 拓大他的決策圈嗎 那有嗎 其實蠻笨的 本來這個事情 不想講話的 雖然很多記者來問 很多 這個關心國民黨的朋友 也來 反應 因為現在只要講話 都會被認為說 是不是 又什麼砲打黨中央啊等等 但是我覺得 該講的話還是要講 我的主張 撤銷 選社會 把國民黨這個中央選舉什麼策略委會撤銷掉 因為已經被 講得很不堪了嘛 已經好像變成一個黑金小組了 如果朱立倫主席不把他撤銷 民進黨將來會把朱立倫也講成黑金的頭頭 所以朱立倫不要再辯護了 不要什麼就趕快撤銷了 趕快把選撤會撤銷 以平息 那你一個選撤會沒有公信力 千夫 所指 那你將來 協調出來的候選人 那怎麼會有公信力呢 朱立倫自己說 說選撤會是要給立委候選人加分 而不是給他們負面的影響 那你現在已經明顯的是有負面的影響了嘛 那你還擺在這邊幹嘛 這不是增加一個成員 減少一個成員就能夠彌補的 而且實際上 選撤會那些人 真的能夠提出什麼好的建議人選嗎 真的能夠提出什麼好的選舉策略嗎 你看那些人 他們有這樣的本事嗎 有這樣的聲望嗎 有這樣的公信力嗎 那麼他們提出來的人 會能夠讓社會福氣嗎 讓黨內福氣嗎 既然做不到 那你擺在那邊幹嘛呢 而且 朱立倫今天解釋是說 選撤會是要在艱困地區提名候選人 那你按照昨天他提出來那個 只有台南高雄 其他屏東也沒有啊 最初的時候 嘉義也沒有啊 很多地方 像是澎湖縣長丟了 澎湖也沒有啊 對不對 那至於傅昆吉早上 我剛剛開他記者會 他說他只要花蓮回避就好了 其他不必回避 那這樣每個立委都可以當選撤會的委員 只要他的選區回避就好了 那這是不合邏輯嘛 就是說 這當然是堅守制道 你不是講傅昆吉 而是說你 你現在就要負責立委的提名 你立委就不應該在裡面 這很正常嘛 上次因為傅昆吉沒有選縣長 就算他太太選 他自己沒有 然後呢 他自己不是候選人 所以勉強講得通 那現在是不可以的 包括曾明中也不應該放在裡面 我覺得曾明中只是被朱立倫用來平衡傅昆吉而已 所以我既然有一個傅昆吉的人 可能會講 立委怎麼也在裡面 然後我把曾明中放進來 我覺得都不好啦 這種太多 這個術的操作是不好的 而且傅昆吉一定要知道 外面看他就是朱立倫 到底是狗咬尾巴還是尾巴咬狗 就不論了 但是呢 也許狗也咬尾巴 尾巴也咬狗 但是 外面看傅昆吉就是朱立倫 所以當傅昆吉早上開這個記者會 就會被人家認為是 諸侯的對峙 不好的 其實是不好的 傅昆吉上我這個記者會 可以不開的啦 說實話是可以不開的 所以我才講說 國民黨真的是要 剷除黑金 舉拔閒冷 停止內鬥 團結對外 民進黨已經整頓好了 你看賴清德已經在那邊 一個一個派系要宴請 我感覺就是他啦 國民黨不可以自亂腳步 所以呢趕快把這個 什麼什麼選舉策略匯報取消掉 這個 而且事實上國民黨有那麼多的 地方黨部主委 主委不能夠告訴你地方的事情 那就是地方黨部要幹嘛 地方黨部廢除掉算了 地方黨部主委才重要 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真的看這個選擇會 是完成不了他們交給他那麼偉大的任務的啦 另外我還要講一下就是我一直很重視這個 國民黨的不分區啦 因為每次都有很多風風雨 我覺得朱立倫喔 不分區才應該成立一個 不分區的這個選拔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不是由黨主席一個人決定 關起門就做決定了 應該找社會上閒達人士 跟黨裡面的這個有三萬人士 組成一個不分區的這個提名委員會 真正選擇 有戰力的 這個 品德能力都好的人來擔任不分區 那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 另外我還記得 朱立倫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他不是說 他當了黨主一定要拓大他的決策範圍嗎 記得嗎 要拓大他的決策圈嗎 那有嗎 他拓大了什麼呢 那這樣一個選擇會叫拓大的嗎 就很奇怪嘛 所以真的誠心建議啦 真的他要拓大他的決策圈 免得犯這樣的錯 那至於說 現在選擇會他的這些人 有些 也不是不能夠去請教 但你一定要放在檯面上嗎 你不能私下去請教一下嗎 你可以請教很多人嘛 一定要擺在這個地方 然後等於是做一個沙袋讓民進黨打 那你何必呢 我一點看不出來到底精明在什麼地方啊 這樣真的是 我不願意講的話其實蠻笨的 搞這麼一個委員會 然後被人家打成這樣子 其實是蠻笨的 如果需要的話再重組 你現在進了這麼大爭議 你擺在那邊幹嘛 為什麼等到下週 立刻撤銷 等下週再跟他罵幾天啊 何必呢 而且你到底要搞多少委員會啊 什麼選策會 還有他要搞什麼 決策委員會 不是 這個不一樣的啊 不一樣 他說選策會只是找人 那最後的人選還要有決策 自私易分啦 疊床嫁屋啦 好吧還有哪一位 另外想想像您剛剛有提到 傅崑奇的爭議的部分啊 那確實是不是 侯友宜他算表面上是說 他覺得會有這個黑金的問題 那是不是他也擔心說 像傅崑奇就等於朱立倫 到最後就可能會上演上次的 像這個 傅崑奇曾經 找這個郭台銘回國民黨 那會不會到最後就是變成卡侯 是不是侯友宜也會有這樣的疑慮 侯友宜為什麼昨天 開炮我不知道 要問侯友宜啦 也許你講的是他的疑慮也說不定 那我想侯友宜大家也擔心嘛 如果說國民黨 從這邊看出來侯友宜是 還是有意選總統的啦 否則他不管這個事情 他一向也不管國民黨的事情 因為他怕國民黨這樣的形象 會影響到他選總統 那所以他才跳出來 那這也是我講的 如果像侯友宜這樣 最強母雞都擔心 那那些小雞擔不擔心 一定擔心嘛 所以這為什麼我建議說 趕快撤銷這個 立刻止血 撤銷這個選測會 董事長想請問一下 那你怎麼看就是今天 這個傅崑奇的記者會 但是朱立倫說他事前不知道 這都是個別委員自己的動作 那事前我們都知道了 朱立倫不知道 很奇怪嗎 對不對 昨天晚上我都知道了 傅崑奇不是有發一個那個 那個記者的什麼採訪通知嗎 那時候你總是知道吧 那時候他不會不知道 如果他要他要停止 他那時候也可以跟他商量 我相信他們溝通是很密切的 傅崑奇有權力開他的記者會 這點誰也阻擋不了他 但是他們要注意的就是 外界看 傅崑奇就是朱立倫 傅崑奇就是代表朱立倫 這個朱立倫要撇清也撇不清的 大家都知道 我想你們比我還清楚 怎麼會 怎麼會這個不知道 哪一位 傅崑奇想再追問一下 剛剛那個朱立倫有提到說 所有的錯都是他的錯 他會好好的反省檢討 這樣你怎麼看他這個話 那不是廢話嗎 那就趕快 既然有錯就趕快把 把那個選擇會撤了 而且昨天我還記得第一時間 李全教說 有爭議的時候 朱立倫還說 記者有問李 朱立倫說 李全教該不該 該怎樣 朱立倫說 我們那個選擇會 大家會來討論一下 記得嗎 當時我覺得奇怪 這不是你朱立倫組成 怎麼要大家討論 大家幹嘛替你揹這個黑鍋呢 就那些選 選擇會的成員 那他現在又說 是他的錯 那既然是他的錯 這就可以決定了 幹嘛要那個會來決定 不管 反正就是說 你既然已經組成了這個會 這個會 現在有這麼大的爭議 這個黑金的這個 這個負面的形象 如影隨形 那當務之急 立刻止血 就是廢除這個選擇會 就這麼簡單嘛 對不對 我認為根本是不必要的 地方黨部什麼 那些主委什麼 都不了解地方 還要這個選擇會去找人 而且選擇會這些人 怎麼找人啊 你們看那些人 去哪裡找人 他也不是那個艱困選區的 幾乎都不是啊 對不對 所以他找什麼人呢 那如果要組成 也是另外再組成 不要在這個 舊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基礎上去 去找人 去增加一個 減少一個 那個改變不了形象 這東西就痛定是痛 痛下決心嘛 就是這樣子 最頂級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頂級冷壓出炸麻油漿 嚴選傳承三代頂級黑麻油 及台東小容器做高品質老漿 四季滋補 用料實在 簡單一吃 零廚藝便能料理不失手啊